当时他们通知我将会被派遣到这个S11 at Bongo的时候 这样基本上只是给我们那个地址 所以我们就上网去寻找 所以是通过它的外观看 其实挺不错的 因为是一个靠海的 而且是它很有不一样颜色的一个室室 当我们报到以后发现 里面的情况其实跟我们所对于这种客工宿舍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最早的一批进来 所以当时就是毕竟资讯在哪一个客工宿舍的感染率高和低 还不是很明显 所以大约一个星期后 就是我们这边每天都在报章上绑守 所以从那时候我们就发现 其实我们这边的感染率是很高的 则来之随岸之 所以来了就我们就尽个人的能力 怎么样去把这个情况做到最好 这边三个月来有高有低 但是现在回想来说 虽然我们的个人贡献是很小 这是某一部分 但是总体来讲 对于整个全国性的一个疫情管控方面 是有一定的那个作用跟贡献的 因为他毕竟还小 然后而且DOM当时的那个病率蛮高的 所以会有点担心 放工过后我也会确保我会 就是一到家我就尽量不要和我的孩子有接触 我就是先去冲凉 然后把我的衣服拿去洗 起初他有一点反对 可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公务人员 我们商讨了过后我们就讲 这是义务 所以他也觉得OK 他也支持我 他担心我的安全 而且也是担心我孩子的安危 可是因为我尝试说服他 而且他之前也是有 就是参与其他的COVID的operation 所以我们自己也知道 每个人就是在这个规机里面 就是我们能出一份力 就是其实是我们的 You know, it's our part